然而不只是企业 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前往泰国工作 一到当地的法令 外商企业聘用外籍人士 这薪资最低是45k起票 跟台湾平均毕业生的薪资22k相比 相对是吸引人的 不过也要当心这里头暗藏选机 台湾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低 现在有泰国企业来台抢人了 一个泰国外派工作兼实行网站 提供起薪四万五的工作 不到一周 超过两百位大学毕业生报名登陆 有一些比较多的发展 或者是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都蛮好的 泰国的乡下子真的不太好待 那个就算是可能要六万六七万 都还要考虑一下 他们现在的几乎都是 几乎都超过年薪百万 有一些技术上或语言上的能力 和本地聘请的外国人来台工作的条件比一比 薪水部分白领阶级 多是做汽车材料科技产业 大学毕业生15k到25k 台湾外国人白领多是商业管理 研发人员 但大学毕业生22k 但到泰国工作 首先要适应的是周休只有一天 通常工厂都设置在郊区 交通不便 台湾则是申请困难 条件多 在泰国这边 军政府政变之后 反而它的政治是稳定下来 今年其实从二月开始 这些东南亚的货币 开始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从汇率来看 一月五号泰铢对美元还在36元 半年就升值了3% 算一算当地台商超过15万人 注册企业过5000间 政府说的新南进政策 可能连人才也开雪南进了 就王志文周迭台北报道